- My blood and tears - And I see a bone 他在混声区可以直接转到投声区的异舞 这个男唱音他还是用真音唱 嗨 我是 Demi 欢迎来到我们TEEPER推一波 我们之前啊 在IG上有跟大家询问 就是你们心目中最强的男团主唱是谁 你们真的太太太热情 我收到超多名单 究竟这么多男团主唱当中 他们的特色跟功力又是如何呢 今天的Listen to Me系列要来和大家分享 K-POP男团主唱的特色&唱功分析 如果你们也喜欢K-POP音乐 偶像 戏剧 传达及美妆 欢迎到右翠角订阅我们 并开启小叮当 最后别忘记追踪我们推一波IG及脸书社团哟 在开始前呢 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唱歌的小知识 我们在听歌或唱歌的时候 都会听得出来什么是低声区 中声区跟高声区嘛 那低音音域的发声区呢 是在胸声这个位置 那高音音域的发声区 是在头声这个位置 那胸声和头声这个位置的 中间这个地方叫混声区 那我现在要来示范一下 男生低音音域的音给大家听 然后高音区的话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男生的混声区呢 就是落在低音跟高音音域的中间 这四个音 那如果他从低音音域唱到高音音域 有经过混声区这个部分 没有听起来卡卡话 就表示他混声区练得非常好 那这也是可以辨别出一个人的功力 好不好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听听看 各团的主唱吧 BTS 救国 低音到高音整个经过的掌握度 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从难唱的混声区 直接稳稳的飙到头声区 他最高音还可以直接唱到F5 这个位置是已经在男生的高音 更高音的区域 是一般普遍男生 不太容易唱的到位置 他最新歌 而且Stay Alive 其实反而更能就是 衬托出救国他情感跟转一面的一些细密度 他的音色是比较属于那种 磁性然后有点微哑声的那种感觉 救国的慢歌跟快歌都是轻松笑话 不愧是大家称他为音色流氓 BTS 基米 基米的辨识度非常的高 他是带有一点鼻音的那种小奶狗音色 低转高的音呢 经过浑声区也是非常的难唱 但基米很长 丝毫不费力的就直接唱到高音 他的头声去音色一直都非常的好 而且他可以直接唱到超高音F5 还是听起来又轻又柔 基米他的转音真的是超级无瑕疵 听他唱高音的时候你也会很震惊 就是他几乎没有 衔接触的问题 我觉得他的确是爆发力很强的一位歌手 BTS 的V V 是队里面的低音担当 他有非常性感又浑厚的音色 man感十足 总是给人一种 神秘又难以抗拒的音色魅力 V呢他的中低音域的音色 特别的浑厚饱满 他在叙述情感的细腻度上 你会被他一字一句的给勾走 他也是可以唱到高音假音很多种技巧上的变化 可是他的低音跟中音域的那个共鸣共振啊 会让整个音色听起来非常的沉稳 这也是他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特点之意 Gas7 的 JB 粉丝们都说 JB 是一个独特的薄荷丧 高音很清亮 音色比较尖 还带一点点的鼻音 唱嘻哈风格的歌会非常的有特色 在听他不同种风格的表现上 我发现他的延展性是很强的 他的强项是在中音音乐的地方 大概C4到B4的这个音乐是最好听的 Gas7 的 龙仔 荣仔的声音强项在他的中低音 他的大多歌曲音乐都是在中低音和浑身区跑 所以不太会听到突然从凶声跳到头声的设计音乐 那他的浑身区掌握的也非常的好 尤其是他的音乐都在这边跑 他的声音跟 JB 比起来 老实说我觉得有一点类似 JB 的声音比较偏low 然后龙仔的声音比较偏刚一点点 他们都是在唱快歌上的表现力是非常的好的 音色很适合唱比较潮流的歌 Extro 的 MJ MJ 的音色是属于那种比较明亮密度感比较高又复古的嗓音 他在唱跳的气息上掌控也是非常的好 MJ 的声音和尾音里面都带有一点赞音那种 抖抖的声音 我会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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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其实满勾人情绪的 不过他的音域大概在唱到G4的时候 开始会有一点 威威的紧绷感 17 盛宽 盛宽的声音很温润又扎实 他不会被音乐的编曲给吃掉 在口气的掌握度是非常的厉害 盛宽的声带闭合非常的好 他在四段式高音的时候 他直接可以飙到 但每一段的声音都还是扎实又有传统力 盛宽的音乐啊 直接横跨三个八柱 从很低到很高 真的是超厉害 不愧是大家推荐的大组唱之一 来跟大家说一下 声带闭合其实对音色有非常大的印象 像盛宽的音色可以这么的响亮 这么的广 这么的宏亮 是因为他声带闭合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有听到那些声音 比较虚或者是比较雾 或者是比较浊浊的 那就是他们声带闭合练的没有这么好 接下来是17 的DK DK 的声音非常的轻柔又温暖 他从浑身去到高音区的音域掌控度 几乎是零瑕疵的功力非常的扎实 在真假音转换的技巧也很强 所以他在唱高音的时候 你们不会听起来有一种尖锐 或是刺耳的感觉 第五个 B2B 的恩光 恩光有个非常坚强稳定的高低音唱功 他的声音延展性也是非常的强 在运气的每字每句都非常的有情感 他的高音在假音的时候 他会用一些气音的方式去代入 这个部分就会让人家有一种 勾住的那种感觉 不过他有时候唱歌情感太投入的时候 会变得身带有一点小小的紧绷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小问题 HIGHLIGHT 耀蟹 耀蟹他的真假音转换是非常的光滑 他的声带闭合非常的好 他在浑身区可以直接转到头身区的异物 重点是这个难唱的音域他还是用真音唱哦 他高音不紧绷而且还很洪亮 他的功力是非常的扎实 要是他的声音弹性非常的好 在不同音域的时候都会听到他不同音色的表现 我发现他对于自己声带的掌控技巧 是非常的厉害又很稳定 这相当的不容易 接下来是 SUPER JUNIOR 龟贤 龟贤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抒情歌王子 他的声音非常的细腻 在处理情感的表达上是温暖又真挚人心 听得出来他的气息非常的稳 有天生的优美嗓音 他还有一个点是他在情感的表达上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多 有一些唱歌人在传达情感面是很 那种不 那 可是他在每一个小小的情感面上都是点到为止 在听觉上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SUPER JUNIOR的一声 我刚听到一声的声音的时候 他会给人一种疗愈的感觉 他的音色天声比较偏低 是中频率的声线 他的共鸣位置的切换非常的好 他浑身去的音色也听起来相当的饱满和圆润 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舒服 不会有一种压迫感 白亚远远elf 引誉我们的 mutual love SUPER JUNIOR的立絮 写里绮ников 私卑洼远 sel租 立絮的音色呢 他是偏向那种清亮的嗓音 声音清如似水的感受 都 我的音域也是相當的廣 有點像是美聲的那種唱法 他渾身區的轉音很完美 氣息的支撐也相當的足夠 他帶有一點鼻腔共鳴 所以他的聲音辨別度非常的高 我其實一聽就記得他的聲音 就像他們三個自己說的 麗絮的聲音就像 春天 一聲的聲音像冬天 歸顯的聲音則是秋天 形容得真貼貼 再來是ONE US的舒浩 舒浩的中高音很宏亮 他聲音帶有一點顆粒感 穿透力很長 你 wanna shalong in this world 必 나는 나를 소중한 내 영혼을 他的共鳴位置大概都是集中在頭椅上 聽得出來他聲帶是放鬆的 很多粉絲推薦我聽他的 超級四段式高音 那我聽一下 哇他最高音也有唱到 E5耶 聖誕閉盒也是相當的好 高音是很宏亮的 沒有那種緊迫壓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很多團裡面的主唱 其實都不止一個 那我們之後不同級數 我們會再慢慢的分析 像今天的主唱聽到這邊 我覺得 要蟹很厲害 然後盛寬也很厲害 其實舊國跟基米也蠻厲害的 然後聲線來說 我蠻喜歡V的聲線 歸弦的聲音又是我聽抒情歌 我會首選的聲音 所以我發現他們真的是 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很難選 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今天哪位主唱是你們最喜歡的呢 那你們喜歡他的原因是什麼 都到影片下方留言處 他們討論留言分享啦 那我們下集part 2 見 掰掰 如果這一集沒有你的本命 下集待續啊 像剛剛我們在討論腳本 我不是有問到那個 Tomorrow by Together 主唱的事情 他們其實沒有分擔當 因為他們會依照歌曲的段落 跟歌曲的寫法 去安排每個人適合的part 所以簡單來說 他們為什麼不分擔當的原因 就是他們想要讓每一首歌 如果今天是他可以發揮的最好 那就給他唱 然後或者是 如果是他可以發揮的最好 那就給他唱 其實這個設定 我覺得也蠻讚的 沒有太多擔當設定 會撇開大家 對他們有一些既定的想法 通常技巧好的人 他假音跟正音 在高音域他都可以做 可是有一些他們在 比較偏高音域的聲音 他發布出來 他們就會用假音去帶過那個 帶到那個聲音 這幾個音 就已經很高了 然後很多人唱不到 他們就會用假音 可是我剛剛講的 要蟹他唱到這幾個音域 他還是可以 用實音 去唱到這個 假音音域的地方 雖然 分析 主唱 是一個很燒腦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蠻有成就感 就是你 終於可以辨別 他們為什麼 歌團 有不同粉絲們去喜歡 跟他們 歌曲的 撰寫要這樣寫 然後要怎麼樣排 以及擔當上 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這都是 魔鬼當中的細節